我們說到台積電 在今天在尾盤 是有甩尾這樣的一個情況 倒是整個台股的部分 原本今天是延續昨天的漲勢 不過上工覺得 量能是比較不足的 加上今天電子股市走弱 整個盤中是指數由紅來翻黑了 不過最後要請教幸福哥 還是小漲了42點 接下來我們說到 整個大盤指數 還有再往上工的動能嗎 我覺得是有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一波 從10月底11月初到現在 月中 月中 大概兩個禮拜多的時間 已經漲了1000多點 今天尾盤的時候 台積電神龍百尾 把指數中場的時候 拉到收紅42點 今天收在17171 離7月的高點17463 其實也非常接近 差300點左右 所以接下來 我覺得可能指數的部分 因為這一波真的拉得又急又快 比較好的方式 就先橫盤震盪整理 讓不同的產業 讓他的一個資金去做一個良性的輪動 那當然從昨天來看的話 昨天這個外資一口氣回補了三四百億 那昨天的成交量在這裡 也非常的突兀 非常的突出 來到3800億 對3800 那其實今天是量說 然後早盤是有點在壓回平盤以下做震盪 不過尾盤還是有拉起來 那我覺得接下來我們觀察的重點 在這邊幫大家做了一個條列式 就是說年底之前是有機會來挑戰今年高點17463 甚至蠻多我看到的一些法人機構的報告認為說萬八也是有機會的 可能明年這個第一季的時候 那再來看好的產業這邊也幫大家列決 第一個就是現在科技股其實還是看AI 還是要看AI 當然很多AI股可能現在它技術面或籌碼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之前 還在低檔去做整理 譬如說如果大家最近有在觀察 像是這個偽創的100塊 就是好像一直都站不穩 因為之前上方套牢的人真的太多了 還有包括像廣達的200塊 還有像技嘉 營收開得非常好 連續兩個月都創歷史新高 可是股價也還是在低檔區 大概在200億200的這邊晃來晃去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在5到7月那一波 真的漲幅太大了 很多都漲得超過一倍 那上面其實有層層的一個套牢賣壓 這個都需要再稍微花一點時間去化解它 這是一個 再來的話第二個有所謂的半導體消費電子復蘇 我想這個最明顯的今年就是所謂的聯發科 聯發科本來在上一波的AI個股裡面 幾乎完全沒有表現 因為大家覺得說它跟AI比較沾不上邊 那反倒是這一波它是領先 指數過今年高點的大型電子龍頭股 那其實就代表消費型電子產業 從手機NBPC的復蘇 也從聯發科的股價走勢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 還有接下來就是上市貴財報的黑馬股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台積電滿有趣的 它今天收583 從這一波低點大概520上來 530上來 其實已經波段漲了一成 時間非常快就兩個禮拜的時間 在台股站上晚期的時候 為什麼很多的散戶衝進去買台積電的零股 因為昨天市場就是大家看到美股大漲 然後又覺得說 那個CPI降了那麼多 美股大漲之後 之前還在半信半疑 然後一直想說該不該買 最後真的受不了了 終於昨天台積電的零股交易是市場第一名 這個量爆得還滿大 不過當然台積電的操作 我們都之前建議 大概520 530那邊 你第一買的話成本會比較漂亮 不過你現在580去買 雖然貴了一點 不過我還是要給大家點信心 就像我上次來的時候 我就說那時候盤面上利空消息很多 我說來也不要落井下石 我給大家點信心 果然11月就照網利開始漲上來 台積電現在我觀察到 各家法人機構 不管是本土的或者外資的法人機構 他們給的目標價其實都有6字頭 甚至比較積極的還給到7字頭 我們就不要看7字頭那麼遠 目前大概比較可能的目標價 都落在大概600到650 我們就抓這個range 我覺得再來挑戰前高594 甚至明年看到6字頭是有機會的 當然除了台積電之外 也有一些近期法人持續加碼的個股 這邊我列了一張表 因為其實最近 從低檔漲上來之後 大家如果有在觀察籌碼可以發現 投信最近好像沒有在那麼積極的買超 甚至昨天投信還賣的 是外資大買了兩三百億三四百億 我們這邊就挑了就是 外資投信一起買的 我們大人不做選擇 我們是兩個都要 這樣子的話 他籌碼的優勢就會更明顯 外資也在買 投信也在買 而且我這邊特別挑過 至少買兩天以上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市場有很多所謂的隔日充 隔日充他就今天買強勢股 隔天一開高他就充掉了 當然他就不會連買兩天 我們就排除掉了假外資的可能性 所以這邊列出來的就是 外資也好投信也好 是連續買超兩天以上的 那很妙的是 今天雖然早盤電子股 稍微震盪比較大 可是前兩檔個股 很妙的是 這個都做軸承的 一個叫新日新 一個叫富士達 其實今天表現都不錯 還有這邊像這個陽機工程 這個是做廠物建設的 比如說台積電 聯電他們要擴廠 找這個來蓋 那華盛是去年以來的這個標股 這個電力設備的 還有信鴻科 茂達群健這邊 給觀眾做個參考 那當然這兩檔主要還是 搭上今年這個折疊機 今年手機從谷底開始復甦 不過有一塊 因為包括像這個三星 甚至包括像中國大陸的很多品牌 他們都開始推折疊機 那就目前的銷售狀況 也都賣得不錯 也帶動台灣這些 相關的零組件廠 有不錯的這個業績成長 那再請教清福哥 其實在今天牌面上傳產股的表現 是比較亮眼的 確實 因為最近有一些電子股 畢竟漲幅也大 所以現在資金開始去找一些 有沒有財報比較漂亮的 這個傳產類股 那我這邊列出來 就是所謂第三季財報 三率三升 毛利率 盈利率 還有這個稅後淨利率 毛利三升 然後EPS也是成長的公司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挑選 一樣是法人有買的 外資有買的 那這邊有幾檔個股 比如說像什麼梗鼎 這個是做所謂的 AM零組件 立三這個做 所謂的健身器材 聯合股科 這是一財股 華神跟黃昌 最近黃昌真的非常飆 我記得我們之前來的時候 講大概不到20塊 今天已經有漲停30塊錢了 那我快速的幫大家看一下 這個表大家有興趣 這個數字大家可以自行參照 那我這邊就是直接把它 每一季的這個獲利拆開來看 你可以發現 根頂 就是紅色上面是這個EPS 創新高 來到0.8以上 藍色這個毛利率 紫色這個營益率都是創的新高 然後立三呢 因為美國客戶有開始拉貨了 本來第二季只賺0.05 第三季直接跳到1塊以上 增加了快20倍 所以接下來我想這些財報好的 非電子的部分 觀眾朋友也可以多加注意 觀光股跟航空股 在今天是出現了強漲的情況 在長榮航還爆出超過10萬張 大家要請教幸福哥 所以接下來航空股 是有機會在作波段的一個佈局嗎 我想其實最近這個有些資金 往非電子來跑 像航空股最近是有傳出來 所謂的在這個總統選舉前 這個藍白河這樣的一個傳聞 那我們先撇開政治不談 畢竟我們是財經節目 我們不是政論節目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航空股到底有什麼利多 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第一個它的成本 最近開始下降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全球的航空燃油的成本 最近其實因為通膨降溫 這個油價已經有稍微往下了 其實一般我們在看 航空產業 油價 這樣比重很高 大概4成 30幾%到4成 也就是說當油開始往下降的時候 他們的營運成本會開始往下 這是第一個利多 再來第二個 我們這邊有稍微整理了一下 從政府的網站抓出來 就是從過去這幾年 全球來台灣的旅客人數 我們找了幾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 包括像港澳 還有包括像中國 還有日本來的 這個遊客或商務客的人數 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在疫情之前 就是2018年或2019年 因為2019年年底才爆發 所以全年大概都還算OK 大概每年會有1100萬人次來台灣 港澳大概165到175 中國的話大概260到270 可是你看到疫情去年 只剩下24000人 差好多 只剩下1% 今年開始有復數 不過跟往年比 這個數字還是非常的低 所以還有很大的成長方向 對 接下來就是有可能會開放 不管是我們赴大陸觀光 甚至陸客來台 剛好 對